NASA的航天飞机运输车毫无疑问 是人类造过的最强大的车辆之一 你把它跟走在旁边的工作人员比较一下 就能体会出它有多么的巨大了 尽管方向盘还是如此的迷你 多的问题你们可能都听过了 今天我就专门找两个你可能忽略掉了的知识点来讲一下 第一个注意到了没 每次这辆巨无霸在行动的时候 前面都有一辆洒水车在不停的洒水 这是为什么 第二个在运输车的前部 有两个像这样的大圆盘 他们也会跟着一起转 所以他们是什么 给你三秒钟时间猜猜 然后我就公布答案 看看你猜对了吗 好第一个问题 从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垂直装配车间 到39号发射台之间 大约有5.6公里的距离 期间有弯道甚至还有5%的爬坡 所以一路上都有一只大约20人的团队 陪伴在运输车的周围 边走边通过无线电互相报告情况 充当司机的眼睛 他们和运输车一样 都是走在一条铺满了和沙的碎石路上 这些和沙被数千吨的履带碾过之后 必然会被磨成渣渣 要是飘到空中就成了粉尘 把粉尘吸入费里面可就不太好了 不想吃工会的官司 那就洒水降成吧 好第二个 这两个圆盘像不像刹车盘 对了 他们就是刹车盘 一左一右各管一边 而且每个的下边都有两个蓝色的刹车钳 一个负责驻车用的是液压 所以你都猜对了吗